被隊友當成飛鼠 警員頭部重彈昏迷 加油 加油 快到了 錦霄不斷在桃園擔任保安警員 武聖光的耳邊打氣 要他撐著再撐一下 45歲的武聖光是語言著名 上週武漢友人汪明輝 到新北屋来的哈盆古道钓鱼 周六晚上友人的弟弟 望要齋和女友去找他们 他邀友人弟弟去打飞鼠 到森林后两人各自找猎物 后来友人的弟弟看到远处有亮光 以为是飞鼠就开枪 友人弟弟呼喊他一起去搜寻猎物 但没回忆心觉不对 赶紧跑回去找哥哥帮忙 兄弟俩发现他被子弹打中左眉心 弟弟狂奔三公里才找到手机讯号报警 昨天因天后不佳 无法用直升机吊挂运送 景潇只能徒步搬运 花了将近12小时才将他送医 但他昏迷指数3 子弹卡在脑部 相救后还有生命危险 东新闻老天保佑报导 output 未经许可 м questo 的